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蒙昭坐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世界代表耶稣 为宣讲天主的福音 听教宗说话 听教宗说话 是自家 当是我的荣誉 我中最多心情节 为我耶稣 这首靠近十架 相信是很多基督徒而熟能详的歌曲 圣保禄本来热衷律法 他有高声的学问 而且享有罗马公民的特权 及崇高的社会地位 在尚未成为基督徒之前 他迫害教会 但后来悔改 选择传扬基督为终生职制 即使遭受逼迫患难 也在所不惜 绝书其他的门徒也是一样行走在基督苦架的路上 伯多禄倒定十字架 斐里伯被拷打定死 巴尔多禄帽被钉在十字架上 后来被罗马士兵从十字架取下 看了看还奄奄一袭 即刻把他斩首 世人争名夺利 为了活下去 耶稣的门徒却为了扶船 而宁愿背起十字架殉道 这真是令人无法想象 只要你是基督徒 就必须经过十字架 苦难 死亡 才能复活 因为十字架 是我们复活的记号 光荣的冠冕 教宗方基各4月19号圣周五的晚上 在公拜苦路活动结束之际 他表示 世界的边缘地带 人类和教会的创伤 都交织着苦路 教宗祈祷祷说 绝苏求你帮助我们 在你的十字架上 看到世间所有的十字架 十字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 教宗指出 背负十字架的人 还包括了 忍激受恶和渴望真爱的人 另外还有甚至遭到自己儿女 和亲人一切的孤独者 渴慕正义与和平的人 缺乏信仰慰藏人 缺乏信仰慰藉者 以及因为年迈和寂寞 而不履满山的老人 还有有家贵不得的难民 漂泊的移民 都是背负十字架的人 另外也还有 因为背叛 邪恶诱惑 草奸人命 或自私自利而破碎的家庭 自自不倦 将上主之光带给世人 却觉得受到拒绝 嘲笑和羞辱的奉献生活者 以及在旅途中 忘记出爱的修道人 他们也背了十字架 当我们看见了许多人 与我们一样 背着沉重的十字架 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了 甚至为了安抚他人 也忘了自己的苦 复活前的圣州 发生了许多的事情 巴黎圣母院 惨遭大火的吞噬 教堂复制一具 却重新燃起了法国的信仰 斯里兰卡的教堂 与饭店 不断地遭受恐怖攻击 造成许多基督徒 与观光客的伤亡 却使斯里兰卡 基督徒更加团结 愿意性命守护 这得之不义的信仰 我们的教会是殉道者的教会 2015年的4月21号 教宗方基各在圣马尔大之家的 青神弥撒 谈到了圣斯德旺 被石头砸死的一幕时 他激动地提到 今天有多少人 遭受迫害和屠杀 只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教宗也提到了那些 默默无闻的殉道者 他们为了帮助弟兄姐妹 而去寻找新的道路 为此受到现代公义会的迫害 他们同教会的守卫殉道者一样 只因为忠于耶稣而遭受迫害 并被杀死 不过教宗再次提到 斯德旺在殉道时 同耶稣一样 以宽宏大量的心胸 宽恕迫害他的人 并为他们祈祷 教宗也在前几天的公开基建中 强烈地呼吁信众 宽恕他人 如同我们被天主宽恕那样 教宗说 我们能够给予他人的宽恕 是我们所领受的最珍贵的礼物 十字架战时的苦难 比不上复活 这一顶永远光荣的冠冕 祝福尔与 2019年4月21号 教宗方基各发表复活节文告 教宗向每位青年和每位基督徒说 基督耶稣活着 而且他要你充满活力 他在你内 他与你同在 而且从不离去 无论你走得多远 复活主都在你身边 他召叫你 并等待你重新开始 如果你因悲伤 怨恨 恐惧 疑惑 或失败 而觉得自己老了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会在那里 为了重新给你力量 和希望 基督的复活也是一个新世界的开端 因为他从罪恶的奴役和死亡中 被解救出来 世界终于向天主的国度 爱的国度 和平与手足情依的国度开放 基督活着 他与我们同在 他向我们显示他复活 面容的光芒 不遗弃那些在考验 痛苦和哀伤中的人 随后教宗继续为中东南苏丹 乌克兰和美洲的委内瑞拉 尼加拉瓜祈求和平 他祈求破开墓穴的复活主 让每个人敞开心门 去帮助贫穷的人 边缘的人 以及有需要的人 听教宗说话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